大家好,今天是5月31日 是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今天有場外期指結算 昨天期指已經結算了 今天看到有一個可能是反彈 可能是見底回升,不知道再看三天 目前來看見最多的板塊是煤炭、銀行、保險、地產和綜合企業 在這點裡,我們會看看 煤炭是一個強的板塊 前幾天跌至32元 銀行的強板塊跌至29元 之前是被人沽很多 保險也是一樣如是,地產也是一樣如是 今天大家都反彈了 即使這幾個板塊的升幅都不錯 不過我們要看看每個板塊的升幅 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升了最多的中國巡伯 在這點裡,其他的大牛龜都有 所以煤炭板塊的上升 普遍地存在 是否有跌後反彈 不知道 接著有銀行股 銀行股上升最多的是東莞 我向下的銀行 就升最多了 其他的也看到有上升 那是否一個跌多反彈 又不知道 還有保險 保險方面 就是這些大隻的大牛龜 都是升的 所以也是 原來是好 是否有跌後反彈 不知道 地產呢 地產就是很小的東西 所以這些就是不足而反映到整個地產板塊 接著是綜合企業 綜合企業會時除了太古 這些比較大些 除了中信之外 都已經是 不可以太反映到什麼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看看今天來講 個別的股票方面 除了美團有回下之後 其他個個都是見到上升的 不過上升的幅度不算太大 那就是騰訊升了不夠1% 康芳生物 哇 勁抽升了很多% 那當然是有些生物 研究出來了 快手上升了多 有磅貝爾也有升 那這個阿里巴巴也是升上不夠1% 那這個中國移動升了多於1% 那這個就是可以看看 好 好 我們再看看指數方面 那指數方面 今天來到這裏 就是升了上去的 那是不是已經是 叫做是 擺脫了再下調的 是可能性呢 未知 一定要升上 保力的通道中途之後 才叫見到增章 如果不是的話 比較困難 是可能會繼續下試去 這個的是 在下面這裏 就是保力的通道的是 etics 支持位 laut 179 179 185 希望最好 就是在現在的這個水平整固 等著這樣後 以及到下 Science 而發好 這裏 我們看到它整個是وي 中途的 有收窄波幅的傾向 收窄波幅之後 所以要看看如何發展 暫時的勢不太清楚 我們要個別去看看股票